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真字 这个真字就是真假的真 认真的真 我们先用楷书做一个演示 这个真字还有几种其他的写法 我们待会再向大家介绍 先说一下这个真字 它从整个解体上看 这中间的里边横画这些间距都要准 从这个地方计算 这都要准 下边是两个间距 这个上边的这一横和下边这个第二横 这之间不是个相等的距离 它这个地方稍稍宽一点 关键就是有一个竖笔插进来 上面应该略宽一点 和下面这些间距并不相等 略宽一点 另外从数式上看呢 这个真字的右边 右边的这个竖笔啊 这样直接下来 这是一个基本取中的 上面这一横的基本的宽度 跟那一基本也是差不多的 上面的这个小竖笔 斜式的应该起笔说取中 最后的这个长横 应该是这个字的主笔 一定要调得起来 这一笔一定要能写成功 这笔写失败了 就糟糕了 再有一点要说的就是 长横 一般的要平 除了有特例的字 比如说像这个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个七字 那横应该是斜式的 虽然长应该是斜式的 一般的说长横都应该平 下边呢 这个就像个八字一样的 这个撇和点底线 也基本应该取平 因此说呀 楷书一定要求凭证 但是只有凭证 没有显觉 没有结构上那种 奇特的要求 这个字显得就是 哀板死至 就像美书字一样 那个美书字也讲究这个 什么比例呀 这个横画竖画之间的 这些个排列 也讲究这些 但是它是死板 在楷书当中 它要求的是 有很多的一些个 特殊的书法上的要求 我们再写一遍 大家看 我边写边说着 这一横应该是虚横 这横应该是虚横 不要用力太猛 起笔是实 这竖笔 这竖笔 收笔是虚 左竖应该相对虚一点 右竖有力量 这里是三个虚横 这一横 别看不粗 但是 有力量 应该是这样 再写遍 大家看 虚笔入 这两个竖笔呀 在比例上不要失调 就是不要左边太细 右边太粗 很多写欧字人 左边这笔写得太细 我偶然有时也犯这个毛病 还有呢 几种啊 大同小异的写法 就是在古碑铁当中 有这样写 所以这个真字啊 严格的讲 它就是在排谍方面 特别要注意 它这个字的工整性 真字的楷书呢 难就难在了 这个字的排列准确 上下左右的这个结构 非常的严谨 不能把它写得太飘飘乎乎 这个字就没有庄重感 但是呢 又不能写死板 因此写这个字的时候 会给你感觉到 本来就是个真字 你必须得认真 你轻率一点 这个真字就写成假字 我们再看看这个字的 行书的写法 这个 在凯书当中写说 里边三横 必须得交代清楚 在写行书的时候 这里边呢 往往是一略而过 大家再看 你也看不出里边 究竟是几横 是写了三横 还是写了两横呢 还是只是用一个点 带过了呢 这个就是说 并不十分的刻意认真了 但是 它几个主笔 必须得弄得清楚 所谓主笔 比如说 除了上面这个 还有这个两个竖笔 这一定能弄清楚 这里边呢 可以是这样的 写慢一点 就是这样 这个横画呢 忽然左右不对称 它左边长 右边短了一些 我总是在强调 那么 左边可以长 右边可以短 如果是左边一定要短 右边要长 这个字就变得很丑 比如说 这就很糟糕 有力量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 有些个字 在书法上 它有个基本的规则 这个真字啊 有这种写法 解体大概是 也是像凯书一样 下边这个横是长的 但是呢 像燕真卿这种书体 有时候的真字 下边这一横啊 并不长于 最后的那两个点 它可能是这样的 横呢 变短了 两个点呢 变宽了 我们把这两个字形 对照一下看 有很大的差异 这个呢 是横 是长的 两个点呢 虽然是有一短片 也代表点吧 短片和点 就相对 离得比较近 是这样一个解体 而 像燕真卿这一派 他写这真字的时候 或者写其他的旗 也是这样 他这两个点 看得比较远 他把这一横呢 写短了 那么真字呢 大同小异 也是这样 笔画显得苍老 有力量 骨着一些 但这就是说呢 是风格流派的不同 这个 我们当写这个 真字的时候 你必须要前后 在正文当中 要协调 你不能前面写一写的 像赵蒙福这种书体啊 或者是黄庭坚呢 回来突然 你搞了一个 燕真卿的字 放在里边 搁在一起 他不伦不类 比如说 燕真卿 你写出这样的风格来 它是协调的 如果你没有前后 之间的呼应 你就写了一个 燕体的一个真字 然后其他的字体 类似都是赵啊 二王啊 这个风格的 他搁在一起 就不协调 所以我们说呢 你会几种 使用的时候 要根据你作品的实际需要 再加以斟酌 下面我们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真字的 草书的写法 草书的写法是这样 因为写的快 大家看不出 这个笔顺的过程 写慢一点看 再写一写 就是这个转折 这个地方需要讲究 这个地方 至于这个钩 是向上这样过来 还是向下这样过来 我认为应该从上面拐过来 比较好 那么大家再 再看慢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 要从这个地方转过来 但是不一定要转实了 因为圈掩太多的话 就是草书的毛病 当然没有圈掩 也不是草书 再看一下 一带而过 四有如无 四有如无的 这么一点点 不要太重 关键是上边的地方 这个地方需要非常的熟练 这个地方不叫如果不熟练 你写字一边写一边想 这是转到哪儿来啊 这个字的气势就没有了 所以草书不可太快 也不可太慢 太快了 会荒腐 太这个慢之后 就感到这个字非常死质 笔画出来 它不犀利 好 最后我们把这三个字 就是这个三种书体 把这个真字 统一在这 我们可以检视一次 这是楷书 这是星书 这是草书 今天关于这个真字的介绍 就到这里 他在转发 当我不是